第八十五章 旅行 基督山瞧见两位年轻人一起来访 欣喜地叫出声来 我希望事情已经了结了 问题都谈清楚了 都解决了吧 是啊 那些无稽之谈已经不攻自破 要是他们现在还想冒头 我第一个就不答应 所以这件事我们就不必再谈了 阿尔贝会告诉您 我当初就是这么劝他的 你们也瞧见了 我刚刚忙了一整个早晨 我想这对于我算得上是 最乏味的一个早晨了 您在忙些什么呢 好像是在整理您的文件 我的文件 谢天谢地不是的 我的文件是用不着整理的 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文件 我是在整理卡瓦尔坎蒂先生的文件 卡瓦尔坎蒂先生 是啊 难道您不知道这位年轻人是伯爵引荐的吗 不 这事得说说清楚 我从没有引荐过任何人 更不用说卡瓦尔坎蒂先生了 他还要娶我而代之 去党格拉尔小姐做老婆呢 想必你也猜得到 我亲爱的博尚 说真的 这 这使我痛苦不堪 什么 卡瓦尔坎蒂先生 要娶档格拉尔小姐 您难道是从地球另一头来的 您可是报社记者 无冕之王啊 如今整个巴黎成天谈论的都是这件事 那么 是您撮合的这桩婚事 伯爵 我 哦 爱传播新闻的先生 快别这么说 天哪 我会撮合这桩婚事 不 您不明白 我恰恰是竭力反对这桩婚事 拒绝 去提亲的 哦 我明白 您这么做 是为了我们的朋友二呗 为了我 哦 才没这回事 伯爵可以为我说句公道话 证明我一直巴不得 这门现在总算告吹的婚事 早点吹掉呢 既然伯爵的意思是说 我该感谢的不是他 嗯 那好吧 我要像古罗马人一样 为那些不知其名的神奇 供一座祭坛 请听我说 这件事 我实在没出过什么力 那位未来的岳父和她年轻的准女婿 都对我很冷淡 只有偶尔妮小姐 我觉得她似乎对结婚不怎么感兴趣 嗯 许是看到我 全人无意劝她放弃可贵的自由 她对我还保留一点好感 哦 您是说这桩婚事就要操办了 哦 我的天主 是啊 我再怎么说也无济于事 我对那位年轻人并不了解 人家说他很有钱 说他门第好 可对我来说 这些都只不过是人家说的而已 党格拉尔先生听我说这话 都听得耳朵起茧子了 可他还是对那个卢卡人着迷得不得了 后来 我就把一个在我看来更为严重的情况也透露给他 那个年轻人在年幼时 不是让奶妈掉过包 就是叫波西米亚人拐跑过 再不然 就是让家庭教师弄丢过 我不太清楚是哪种情形 可我知道 他父亲有十年之久没见到他了 至于他在这十年的流浪生活里干了些什么事 那就只有老天爷知道了 哎 这些话我全都说了 可似乎完全没用 他们委托我写信给卡尔坎蒂少校 问他要证明文件 现在这些文件都已经在这儿了 我得把文件给他们送去 不过我要像比拉多那样洗一下我的手 那么尔米亦小姐呢 您把他的学生夺走了 他会给您好脸色看吗 这我可不太清楚 不过他好像要到意大利去 但格拉尔夫人对我说起过他 请求我给演出经理人写几封推荐信 于是我就给瓦莱剧院的院长写了张便签 他以前受过我的好处 不过 您这是怎么了 阿尔北 您看上去垂头丧气的 莫非您不知不觉间已经爱上了 当格拉尔小姐 这我可不知道 阿尔北忧郁地笑了笑说道 不上这时正看着墙上的油画 见状基督山接着说 反正您跟平时不太一样 是有什么事吗 说吧 我 我 我头疼 亲爱的子爵 既然这样 我倒可以向您推荐一个百事百灵的药方 每当我碰到烦心室 用这一药方 一室就领 哦 什么药方 换个环境 当真灵验 当真灵验 哦 这一阵 我正心烦得很 想要换个环境 嗯 不知您可否愿意一起出去散散心 您心烦 伯爵 为什么是 瞧您说这话的轻松劲 我倒想瞧瞧 要是在您府上进行预审 您会怎么样 预审 什么预审 哎呀 就是德威尔夫先生 准备队闯入我宅子的那位 刺杀同伙的可爱凶手立案的那桩事 看来那是个从苦一犯监狱逃出来的强盗 对 没错 我在报纸上看过这事 那个卡特鲁斯是个什么家伙 据我所知 他好像是普罗旺斯人 德威尔夫先生从前在马赛史听说过这个人 但格拉尔先生也记得见过他 所以 检察官先生对这桩案子挺关心的 警察总监好像也对他 几位关注 哦 这当然使我不胜感激 可也正是由于这种关注 近两个星期来 他们把在巴黎和市郊能抓到的强盗都送到我这儿来 说这中间可能就有杀死卡特鲁斯先生的凶手 要是再这么折腾下去 不出三个月 这个可爱的法兰西王国里的窃贼和杀手 个个都会对我家的地形了如指掌了 所以我打算干脆别理他们跑得越远越好 嗯 让我一起去吧 自觉 我可以烧上您 啊 哦 好啊 那么说定了 说定了 可是我们去哪呢 我对您说过 去一个空气新鲜 安静闲适的地方 到了那儿 哪怕再心高气傲的人 也会感到自己又渺小又卑微 啊 我喜欢这种对于自然和宇宙 脸眉下心的感觉 尽管人家都喜欢把我说成奥古斯都那样 仿佛我俨然就是宇宙的主宰 嗯 所以到底是去哪儿 去海上 自觉 我们到海上去 您知道 我是个水手 我从小就是枕在年迈的海神壁弯里 躺在美丽的安菲特里特的胸脯上长大的 我在他们碧绿的斗篷和蔚蓝的长裙上嬉戏 我喜欢大海 就像人家喜欢情妇 多事不见就会思念他 那咱们就去吧 伯爵 去海上 对 您同意了 嗯 我同意 那好 自觉 今天晚上会有辆旅行马车停在我的院子里 您在马车里可以像睡在床上一样躺下来 套车的是四匹一马 哦 不尚先生 车上完全可以坐四个人 您愿意闪光吗 跟我们一起去吧 哦 谢谢 我刚从海上回来 怎么 您刚从海上回来 对 差不多 呃 就是这样吧 我刚到伯罗梅安群岛去转了一圈 那有什么关系 跟我们一起去吧 哦 不 亲爱的摩尔赛夫 您该明白 我之所以拒绝是因为我不能去 嗯 再说 我得留在巴黎 镇守报馆 您知道 这至关重要 你真是好朋友 最好最好的朋友 对 你说的没错 巴黎 请多留神 仔细看看 设法找出那个把消息捅出去的仇人 阿尔贝和巴黎 分手了 两人最后那一下紧紧的握手 蕴含着全部不便在外人面前说出的意思 不上走了以后 基督山对摩尔赛夫说 嗯 不上是个挺出色的小伙子 对吗 阿尔贝 对 他是个心地高尚的人 这一点我可以向您担保 所以我从心地里喜欢他 呃 现在只有我们俩在这儿了 尽管去哪儿对我来说都一样 可我还是想问一下 我们到底是要去哪儿啊 去诺曼底 如果您愿意的话 好极了 那我们就可以完全置身在乡间了是吗 既没有所谓的社交 也没有邻居 嗯 跟我们厮守在一起的 将是供我们驱侧的马 供我们打猎的狗 还有供我们垂钓的小船 就这些 哦 我正想这样 我这就去告诉家母 然后就来听候您的吩咐 不过 您母亲会准许吗 准许什么 去诺曼底 准许 难道我还不能想上哪儿就上哪儿 您一个人当然想上哪儿就能上哪儿 这我知道 我不就是在意大利遇见您的吗 可不是吗 可如果是跟人称基督山的在下一起去呢 您的记性可不太好啊伯爵 哦 此话怎讲 我不是告诉过您 家母对您极有好感吗 女人多变 这是布朗索瓦一世说的 女人是海里的波涛 这是莎士比亚说的 他俩一位是伟大的君王 而另一位是伟大的诗人 想必都是对女人很了解的 对 那是范子的女人 可家母并不是那些范子的女人 她是个雀子的女人 一个可怜的外国佬 没法完全理解 贵国语言的这种微妙之处 对此 不知您能否见谅 我的意思是说 家母轻易不动感情 可一旦她动了感情 就会永远保持这种感情的 哦 是吗 您确信她已经赏脸 对我有所眷顾 而并非全然莫不关心了 请听我说伯爵 我已经对您说过了 现在我再重复说一遍 您一定的的确确 是位与众不同 出类拔萃的人 对 因为您居然引起了家母 对您的 我想说 那并不是好奇心 而是 而是对您的一种关注 我和她单独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总是在谈论您 她对您说 要您当心这个曼弗雷德 是吗 嗯 正相反 她对我说 摩尔赛佛 我相信伯爵生性高尚 尽力去让她喜欢你吧 基督山转过眼睛去 苦笑着叹了口气 真的吗 所以 您知道她不仅不会反对 而且会从心底里赞成我去旅行 因为 这是跟她天天盯住我的话 正好符合的 那么 好吧 晚上见 子学 请在五点钟来着 我们要在午夜或凌晨一点赶到那边 怎么 赶到特雷波尔 嗯 到特雷波尔或者附近的地方 您只需要八小时就能赶完四十八里路程 这段时间已经很长了 您确实是个能创造奇迹的人 您不光能赶过火车 哦 这不算很难 尤其是在法国 您还能跑得比急报更快 嗯 子学 我们毕竟还得花七八个小时才能赶到那 所以请您务必准时 不要耽误了出发时间 请放心 我除了准备些行装 在出发前就没别的事了 那么五点间 好 五点间 基督山微笑致意 目送着阿尔北离开了 良久 他像是在思考什么事 陷入了深沉的冥想之中 忽然 他伸手在前额抹了一把 仿佛要驱走这恍惚的神思似的 然后去敲了两下小铃 铃声刚落 贝尔突敲就进了房间 基督山说 贝尔突敲 我原打算明后天才出发的 可我现在决定今晚就出发去诺曼地 从此刻起到五点钟 时间还是很宽裕的 你去让人通知第一站的马夫 就说 德门塞夫先生和我一起去 去搬吧 遵命伯爵大人 贝尔突敲按照伯爵的吩咐 派了一个仆人 骑马赶到彭图瓦兹去通知 说快车将在六点整经过 彭图瓦兹又派人飞报下一站 就这样一站一站地把信息往下传 六个小时以后 沿途各个驿站都已经接到了通知 临出发前 伯爵上楼去 海德尔的房间 对他说自己要出门 告诉了他去的地点 并把整座宅邸托付给他 请他照管一应事宜 五点 阿尔贝准时来了 旅途一开始有些沉闷 但速度给人带来的生理上的反应 很快使旅途变得活跃起来 阿尔贝完全没想到 马车能跑得如此之快 基督山说 可也是 你们的一车每小时只跑两里路 又有那么多条愚蠢的法规 规定没有得到前方一车同意时 不得擅自超车 这样一来 碰上哪个旅客生病了 或是使性子了 他就有权拦下一群健康活泼的旅客 让他们也快不了 可是我不同 我靠自己的驿站和驿车旅行 就不会有这些麻烦了 是吗 阿里 说着 伯爵把头伸出车窗 轻快地吆喝了一声 原马顿时犹如插上了翅膀 不是在奔跑 而是在飞驰了 马车好似一道炸雷 隆隆滚过平坦的驰板道 路边的行人都回过头来 瞧着这火球般飞快掠过的彗星 阿里连连吆喝 笑吟吟地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 强劲有力的双手紧紧捏住缰绳 驱策着棕毛迎风飘飞的骏马 阿里这个沙漠之子 此刻正所谓是得其所在 他那有黑的脸庞 闪亮的眼睛和雪白的阿拉伯斗篷 在马车掀起的震震晨雾中 看上去犹如西蒙风的精灵和飓风之神 只听阿尔贝说 这种由速度引起的快感 我还从没体验过呢 说这话时 他额头上的最后一抹愁容也消散了 仿佛是被迎面掠来的风带走了似的 阿尔贝继续开口问 可这些马您是如何弄来的呢 莫非是专门训养的 嗯 说得不错 六年前我的匈牙利看到一匹 速度出了名的公马就把它买下来了 花多少钱我不清楚 当时是贝尔图小夫的钱 当年他就有了三十二匹小马鞠 我们今晚检阅的就是这位父亲的全部后代 他们都长得一模一样 浑身漆黑 没有一根杂毛 只在前额上有一颗白星 这匹公马是种马场里的骄子 所以配给他的母马都是特地挑选的 就像给帕下的宠鸡都是挑选过的一样啊 哈哈哈哈 妙极了 不过请告诉我伯爵 您要这些马有什么用呢 您也瞧见了 用来旅行 您不会一直旅行的呀 等我不需要的时候 贝尔图小会把他们卖掉的 他说过在他们身上可以净赚三四万法郎呢 欧洲的君主都买不起这些马吧 那么贝尔图小就会在东方找个头脑简单的君主 那君主准会倒空自己的财宝箱买下他们 然后再用棍子敲臣民的脚掌心 重新把财宝箱装得满满的 嗯 伯爵 我这会儿有个想法 您愿意听听吗 哦 请说吧 我在想 除了您以外 贝尔图小先生大概是欧洲最富有的人了 哦 您错了 自觉 我敢肯定 您就是把贝尔图小的口袋都掏空 也找不出十个字来 怎么会呢 难道贝尔图小先生是个怪人不成 啊 亲爱的伯爵 我可把话说在前头 请别静给我说些神乎其神的事情 要不 我就再也不相信您了 我从来不说什么神乎其神的事情 阿尔伯 数字和推理才是我的出发点 现在 您且听听这个推理 当管家的总要偷东西 可您说 他为什么要偷到呢 哦 我看 那是因为他生性如此 因为他要偷 所以就偷了呗 哦 不 您错了 他之所以要偷 是因为他有老婆有孩子 他和他的家庭都有南田的愈鹤 他之所以要偷 尤其是因为他没法确信自己能否永远留在主人身边 所以他要为自己留下后路 那么 现在怎么样呢 贝尔图乔先生是单身艺人 他可以随意动用我的钱财 而且 他能肯定我绝不会辞退他 这是为什么 我想 这是因为我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好的管家了 嘿嘿 您这是循环论证 竟在可能性里兜圈子了 嗯 不是的 我说的都是确定无疑的事情 对我来说 所谓的好仆人 就是那些我对其长有生杀语夺权利的仆人 那 您对贝尔图小 长有生杀语夺的权利吗 当然有 伯爵冷冷地答道 有些话说出口 就好比一道铁门似的截断了谈话 而伯爵的这声有 就是这样的一句话 知了有声 欢迎继续收听 一下的路程 也是以同样的速度跑完的 三十二匹骏马分成八组 在八小时里 接力跑完了四十八里路程 马车在浓重的夜色中 实底一座美丽的花园 看门人事先已经接到了最后那个驿站马夫的通知 早已恭候在门口 看见伯爵一行 当即就打开了铁门 这时是凌晨两点半 莫里塞夫被领进他的套房 洗澡水和夜宵都已准备好了 一路上坐在车厢后的座位上的那个仆人 现在被派来专门服侍阿尔贝 而伯爵则有巴蒂斯坦服侍 这位忠心的贴身男仆 一路上都坐在车厢前的座位上 阿尔贝洗了澡 吃了夜宵就睡下了 这个晚上他是在海浪忧郁的催眠声中安然入睡的 早上起身后 他走到长窗前 打开窗门来到一个小小的平台上 这儿前面便是大海 是一望无际的万景烟波 而后面则是一座通向树林的秀丽的花园 在一个不算太小的港湾里 碧波荡漾的水面上停着一条船身狭长 围墙高耸的小巧的双围帆船 斜横上挂着维杆旗 上面绣着基督山的文章图案 一座金山矗立在蔚蓝色的大海上 顿形文章上部有一个红色的十字架 它似乎暗示着某种个人的回忆 让人回想起 隐没在这个人神秘的往昔阴影中的苦难和重生 同时它也是对此人名字的一种暗示 这个名字使人想到因耶稣受难 而变得比金子更珍贵的独楼地 还有那个因耶稣的血变得神圣的污秽十字架 在双围帆船的四周 停靠着临近村庄里渔民的小帆船 仿佛迅顺的臣民在扶手等待国王的御址 这儿就像基督山伯爵的每一个所到之处 哪怕它只准备待两天 生活起居依然按最高标准安排得极其舒适 所以这地方转眼间也变成了一个生活设施 应有尽有的住处 阿尔贝看到房间的前厅里搁着两只长枪 其他的打猎用品也一应俱全 底层有一间顶特别高的小房间 里面放的是那些英国佬发明的各式各样的新鲜玩意儿 英国佬因为有耐性 有空闲 所以个个都是钓鱼好手 他们发明的这些灵巧的渔具 赶不上流行的法国渔民还从未采用过呢 整个白天就是在这些消遣活动中度过的 基督山堪称其中一流的行家 他们在花园里打到了一打野鸡 又在小溪里钓到了同样多的尊鱼 晚饭是在面朝大海的凉亭里吃的 随后他们又前往了图书室喝茶 第三天傍晚 阿尔贝感到很困乏 那些对于基督山如同游戏的体力活动 却早已把二倍折腾得疲惫不堪 他竟然坐在窗边睡着了 基督山打算在室内建一座暖房 此时正在和建筑师商量图纸 忽然间 石子路上响起一阵急促的马蹄声 把年轻人惊醒了 他睁眼往窗外望去 吃惊地发现院子里站着自己的贴身男仆 不由得心头一睁 他这次出门 因为怕打扰基督山 就没带自己的男仆同来 他迅捷地从扶手椅里跳起来 大声说 弗洛朗大 是我母亲病了吗 说着他朝房门奔了过去 基督山的目光追随着他 看着他奔到喘息未定的仆人面前 那仆人从袋里掏出一个风口的小包 包里是一份报纸和一封信 阿尔贝急切地问 信是谁写的 是 是宝尚先生 那是宝尚先生差您来的吗 是的 先生 他派人叫我到他府上 给我一笔旅费 让我租一马赶到这来 还要我答应 沿途绝不耽搁 直到见到先生您为止 我 我起码 起码一路奔了十五个小时 阿尔贝双手哆嗦着打开那封信 才看了几行 他就喊了一声 浑身颤抖地抓起那份报纸 周然间 他的眼睛变得暗淡无神 只见他双腿发软 险些跌倒 幸好佛罗朗诞伸出胳膊 让他扶住 他才算勉强站住了 哎 可怜的年轻人 老话说得对 腹背做得逆 即便是第三代 第四代 也逃不过报应 基督山难难地说道 声音轻得 仿佛连他自己 也听不见 这些同情的话语 这会儿 阿尔贝已经恢复了过来 一边继续往下看那份报纸 一边把垂落在汗晶晶的 前额上的头发甩上去 看完后 他把信和报纸揉成一团 长出一口气说 弗罗朗诞 你的马还能跑回巴黎吗 那是匹瘸腿的一马 我的天主 你离开是家里情况怎么样 相当平静先生 不过我从博尚先生府上回去时 看到夫人在流泪 他差人找过我 想知道您什么时候回去 我告诉他 博尚先生正要我来找您呢 他一听这话 马上伸出手臂 像是要拦住我 可随即 他想了想又对我说 好的 去吧 弗罗朗诞 去叫他回来吧 好 母亲 好的 我这就回来了 您放心 让那个可耻的家伙 等着瞧吧 我得先去告辞一下 对 他立刻回到了刚才和基督山 待在一起的那个房间 才五分钟时间 阿尔贝的模样发生了令人伤心的变化 他刚出去时一切正常 而回来时却说话差了声 脸上满是红潮 轻轻爆起的眼瞼下 眼眸发着光 走起路来摇摇晃晃 像个喝醉的酒鬼 只听他说 不全 多谢您的盛情款待 我本想能多受用几天 然而现在 现在我非得围巴里不可了 怎么 出了什么事 出了一桩不幸的事 请允许我就此告辞 因为这是一桩和我生命同等重要的大事 请什么也别问博爵 我求你 但是 请您给我一匹马 马厩里的马您尽管用自觉 可是您这样骑马赶回去会累垮的 还是乘马车走吧 不 您要太慢了 再说 我正需要经受一下 您担心我会累垮的疲劳 您要会使我好受心 说完 阿尔贝往前走了几步 像一个被子弹击中的人那样晃了晃 跌跌撞撞倒在门边的一张椅子上 而基督山并没有看见阿尔贝这第二次的虚脱 他正站在窗口 向着外面喊 阿里 给德蒙尔塞夫先生背马 要快 他有急用 听到这些话 阿尔贝重右振作起来 急忙往外奔去 伯爵健壮紧跟在他后面 年轻人纵身骑上马背 轻轻地说了一声 谢谢您 伯爵 你也尽快赶回去 佛罗朗袋 伯爵 我换马的时候 需要对一下口令吗 您只要把您骑的马交给他们 他们就会给您换另外一匹的 阿尔贝正打算策马离去 却忽然又停住了 他说 您 把报纸一扔 而就在伯爵捡起报纸的当口 阿尔贝把仆人 刚在他马靴上装好的马刺 用力朝马腹上一勒 那批坐骑 似乎没想到 一个骑手竟会对他如此威逼 吃惊之余 立即撒开腿 如离弦的剑似地往前冲去 伯爵满怀悲悯地 目送年轻人远去 直到人影完全消失了 才把目光收回来 落到报纸的这则消息上 三周前 《大公报》曾报道过的 约阿尼纳的 阿利帕夏麾下的那名法国军官 该军官不仅出卖了 约阿尼纳的城堡 而且把他的恩主 也出卖给了土耳其人 这名军官当时 却如我们可敬的同行所言 名叫菲尔乃 可此后 他给自己的教名 加上了贵族的头衔和一个姓氏 他便是如今人称的 摩尔西夫伯爵的那位先生 并在贵族院占有席位 就这样 被捕上慷慨大度 引溺下来的那个可怕的秘密 又像披上盔甲的幽灵那样出现了 有人残酷地把消息 捅给了另一家报社 就在阿尔北出发去诺曼底的第二天 而这一家报社 便毫不留情地 勘载了这则 差点令我们可怜的阿尔北 发疯的消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